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没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上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平平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屏幕上的邮箱记者 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 那么全球其他各方面的新闻 是美股提振 因部分的州计划重启经济 那么美股现在最近提振不错 中国也是推动了创业版的改革 影响了中国股市的一些波动 华尔街股市迎来了忙碌的财报州 美国三大股市 军出现了上涨 目前军距离2月冲下的收盘高位 还有不到20%的距离 此前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资金 帮助美股收复了经济 停摆以来的大部分失地 投资者将希望的目光 投向了美国几个州 这些州计划放松 对遏制并不大流行 而实施的限制措施 但原油市场依然表现的糟糕 美国原油期价 骤降25% 紧张不安的投资者纷纷逃离 而中国的股市方面 近日因为创业版的新政策 而出现大幅的波动 4月27日习近平主持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13次会议称 推进创业版改革 并试点注册制 具体包括创业版 新上市企业在前五日 不设涨跌幅 最后的涨跌幅限制 从目前的10%来调整 到20%的 受这一消息的影响 今天中国股市 因扩容担忧而出现剧烈波动 这一政策会带来 怎样的一个长期效应呢 还需要更长久的一些观察 还有呢 我们会讲到的是 有中国有13家房地产企业呢 遭遇了海外下调的平息潮 那么这两天 我们也曾经在昨天晚上讨论 中国地产 还有中国现在的房价呢 有很多人呢 都对于中国的房价 会持续上涨 抱有一定的乐观情绪 而不过现在的海外的这些 对中国房地产这个平息的下调呢 也是表明了 国际投资人对中国楼市呢 持悲观态度 2020年初至今呢 国内共有13家房地产企业 被国际评级机构的下调 评级 或者评级展望的被调整 为负面 这一背景呢 也让国际投资人呢 对中国楼市呢 持悲观的态度 当下全球信用债的市场呢 可以说大跌啊 标准和标普和目的的 快速下调 全球企业的信用评级 经济下行压力呢 之下呢 中国企业呢 也难逃着一大趋势 2020年4月的目的 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展望为负面啊 在此前五年里呢 该机构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展望 一直保持稳定 目的解释称呢 中国经济增速因现在的放缓 导致房地产的销售的下滑 该机构预计2020年 中国房地产合约销售 将同比下降5%到10% 前述13家房产遭遇的下调的原因 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个呢是业绩呢 不及预期 二是呢债务到期压力和流动性的 风险较大 三是杠杆率较高和 常债指标呢较弱啊 多家企业的评级呢 都在被下调 说明行业违约风险呢 就在提高 据彭博社报道呢 一句中国行情呢 遭评级下调的次数呢 创下在2017年以来的 最高一个记录啊 这也是一个重点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保监会 要求银行的停售 可能给投资者带来 无限损失的理财产品 两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上周末中国银行保监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呢 CBRRC呢 向银行发出的口头指令 要求他们停止销售 可能给投资者带来 无限损失的这种理财产品 就像原油宝这种情况 当然原因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后来已经提到了原油宝 是导致了6万名的 这个投资者啊 参与该产品的投资者 损失了多达42亿人民币的 保证金啊 并且之后呢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 款项可能会损失 目前中国银行 民生银行 还有不发银行 都已宣布暂停原油的 开仓的这样一个交易 那么除了这些新闻之外呢 还有一些全球的新闻啊 那么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巴黎的圣母院啊 那么请我们导播 有一张图给我放一下 是巴黎圣母院的这张图 巴黎圣母院的 说修复的工作呢 昨天呢开始重启 此前呢也是因为疫情而中断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也曾经报道过 巴黎圣母院呢 因为这样停止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才能够继续复工 4月27日呢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的重启 此前原计划于3月23日开始的 重建工作呢 被推背后的搁置 当天呢 工人们呢 已经重返建筑工地啊 并将棕熊社交距离 等于疫情期间的新规定的 进行工作 巴黎圣母院的院长 帕德里克就表示呢 将为工人们重修 更衣室和淋浴设备 工地呢 也将提供口罩洗手业和餐食 去年一场大火呢 摧毁了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建 但所幸的建筑结构呢 还蛮好无所 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誓言要在 五年内呢 修复这座建筑 然而去年受冬季冬报和火灾 释放的有毒牵的原因呢 重建工作呢 一再推迟 尽管失去了宝贵的六个星期 但为满足马克龙总统提出的 最后期限呢 修复工程的仍在案计划的进行 咱们最终看 我看其他的因素 是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从法国呢 我们来到中美洲 萨尔瓦多这两天呢 成为了名人啊 那么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 一天呢 二十二起的谋伤啊 监狱受到了严密的监控 人身人喊呢 也令人窒息啊 大家可能在网络上 已经看到那些图啊 我们也有 但是我们不准备把它放出来 因为这些图呢 真是看完之后 让人心情不熟 那么上周五呢 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 在一天内呢 连续发生了多大 二十二起的谋伤案 让人呢大为震惊 当局因此呢 宣布对关押黑帮成员的监狱呢 实施二十四小时的 严密的封锁 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呢 在现在的情况下 根据这个所拍摄的照片显示 监狱内的囚犯呢 是上身赤博啊 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 因此有一些人呢 发出了批评的声音 认为该国政府的做法呢 无视的社交安全距离 后果将会十分的严重 近年来呢 萨尔瓦多的社会 长期被一个叫马拉斯的街头黑帮所控扰 凶杀率是美洲国家当中的 最高的啊 综合卫报和美日邮报的报道 萨尔瓦多警告于二十四日 单日啊 就单日一天 报告了二十二起的谋杀 这一数字是 总统布克莱啊 自去年六月上台执政以来 最高的一次 总之呢 这个怎么怎么讲呢 就说总统于二十四日晚间下令呢 就对这个关押黑帮成员的几所监狱呢 实施二十四条的分锁 但是有很多人说呢 难道是监狱里的人出来干的吗 啊 那么除了黑帮投物部被单独关押之外 监狱里所有的囚犯呢 也都被强制关押在一起 而BBC指出呢 在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呢 人与人保持合适的安全距离呢 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拉丁美洲的监狱可以说世界上最拥挤的 十几个囚犯 群在同一间牢房的情况呢 比比皆是 BBC称啊 疫情发生以来 联合国已经动作各国政府采取更多的措施呢 保护监狱内的囚犯 并建议呢 必要是呢 暂时释放一些 以缓解人满为患的这种情况 目前像巴西啊 智利啊 格隆比亚 密鲁和这个 宁加拉瓜等美洲的国家 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要保护了囚犯 像我们知道之前的 伊朗这些国家呢 也是释放了大规模的囚犯 不至于让他们在监狱里面被感染 或者被传染 那么也包括一些政治费啊等等 这也被很多人认为呢 是一个比较良善的行为 那么现在呢 但是多年来呢 将中美洲这些国家 因为帮派的暴力 做斗争的萨尔瓦多呢 监狱里的人呢 目前是越来越多啊 那么只增无减 这也是一个很谈判的一件事 萨尔瓦多我们也知道 是中美洲国家当中 这个前往移民啊 社会动乱导致了大量的人呢 逃离萨尔瓦多 北上来到了墨西哥啊 也有些人准备来到美国 这曾经川普总统准备修墙的啊 一个议案当中的 曾经 然后这就说呢 萨尔瓦多的这些呢 也是他要阻挡的一部分啊 等等 那么从萨尔瓦多呢 我们再来到亚洲 亚洲的日本啊 日本呢可以说呢 这个今天在进入会议室 开始节目之前 会议室当中 普通人都在讨论日本啊 说这种文是多么的文明啊 等等 的确啊 今天我们要说一个 日本的有趣的事情 叫什么呢 日本的黑帮呢 表示啊 要拒绝领取政府的补助金啊 他们咋说呢 他说这种事传出去啊 以后我们还怎么哄啊 那么很多人就说啊 这真是有鼓起 受到疫情的冲击的 日本政府决定向每 每位日本国民发放 大概十万元的现金股贴 那么最快呢 五月的上旬呢 就会实施 有趣的是呢 多名黑帮大佬呢 皆表示不会去申请啊 也包括呢 那样的钱不需要啊 这种事传出去的话呢 我们还怎么哄 像我们这样 有手耗拳的人 没有资格领取啊 平常已经狠狠的 给社会添麻烦了 想得到的东西啊 再堂堂的啊 得到就行了 让很多人都觉得 哎呀 日本的黑帮 真是有鼓起 特别是他们说的啊 这种事传出去 怎么哄 像我们这样 有手耗拳的人啊 没有资格领取啊 平常已经狠狠的 给社会添麻烦了 哎呀 这确实 这是道也有道啊 也知道给社会添麻烦了 这确实是不得了 如果道上的都不领呢 只有你领了 以后真的就没有办法哄了 这真是一个这个 大家都在比高啊 不是比低啊 这就像是这个浩南哥啊 去领了低收入的补助啊 以后还怎么在铜锣湾后啊 等等 不过也有一些这个人指出啊 本来就不用领啊 别人领了之后 去敲门就好 还显得有面子啊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若不非法 坚决不要啊 所以呢 这都是这种网络语言说的比较有趣啊 没错啊 这才是黑社会该有的样子啊 一些人们这个留言当中就指出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啊 2018年末 日本黑社会的这个成员总数呢 大概三万多人 如果每个人都申请补助到 估计政府至少 得要支出30多亿元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啊 这些保住 给这些保住争议的人啊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个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兴趣 当然东京还有一件事情 东征的澳洲委会 在前一段时间 一直都不愿意推后 但是在后期呢 就决定了 推后7月份 去行的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 那么现在呢 这两天呢 又说出了一些新话 说2021年 如果疫情仍未受控啊 东京奥运会呢 将会彻底的取消啊 这也是一个悲伤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中国啊 和澳大利亚啊 中国的澳大利亚的 这个中国大使啊 这两天是出了名啊 澳洲政府呢 近日提倡啊 展开国际性的东西调查 审核病毒来源 以及中国应对疫情的方式 引起中国的购买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叫陈敬业啊 在接受澳洲媒体时期警告 澳洲的做法 可能也会引发 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啊 葡萄酒牛肉的 出口的产品 及旅游业呢 都有机会的被提制 陈敬业在接受这个澳洲 金融品的专访时呢 批评澳洲总理 莫里森要求调查的 举动的危险 可能会引发中国消费者 抵制澳洲的产品 中国人民对澳洲 现在的所作所为的感到受挫 沮丧和失望 长远来看 如果心情越来越糟 人们就会想 我们为什么要去 对中国不友好国家 有客们可能会再三考虑 他又警告说呢 中国父母也会考虑 这因素决定是否送孩子 到澳洲去学习 这取决于人们的决定 也许普通人们会 我们为什么要喝 澳洲的葡萄酒 喝澳洲的牛奶呢 澳洲的卫生部长 会认为推动独立调查 关乎澳洲和全球的利益 当发生一场 重大的全球性灾难 而会进行调查 这看起来很奇怪 最终呢 我们必须呢 采取行动 不仅为了符合澳洲的利益 而且符合人类的 这个整体福祉 这个威胁呢 也被这两天称之为 是一个重要的点 很多人都觉得呢 中国大使呢 又开始再一次的 这个 开始给我们 战狼模式开启 再还有来自于中国的消息 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的 像义米帽啊 那么很多人 浙江杭州的义米帽呢 可以说现在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本来呢 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图片 但是鉴于这些是儿童图片 并且呢 有些图片呢 也是并不适合播出 所以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播出啊 就是觉得呢 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 就是在香港啊 香港的董建华 梁春英呢 这两天呢 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呢 叫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啊 被很多人质疑为呢 是为9月份的 立法会的选举呢 进行铺路 在疫情的影响下呢 香港经济的持续放缓 失业率呢 跌至9年来的最高水平 4月26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的前任特首 梁振英在社交平台上就宣布啊 与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属香港特局的 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呢 共同倡议成立 香港赞出发大联盟啊 团结各界人士 凝聚共识呢 为香港寻找出路 据梁振英介绍 目前正在从社会各界呢 邀请不同的行业 阶层和年龄层的 1000多名代表呢 作为共同发起人 成立大联盟 作为非政府组织大联盟呢 将权力支持和配合的 科学政府施政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呢 这个韩耀宗呢 将担任秘书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任 韩慧珠呢 11任的担任副秘书长 经历反修例风波之后呢 有一件就认为 香港院校的毕业生呢 不能用我不认同这个说法 我认为呢 除了极少数的反对国家 严重违法的学生外呢 社会应该给予香港 边校学生证明自己 工作能力的机会 梁正依旧强调啊 成立大联盟啊 帮助年轻一代走出空气 向于社会人士 对香港发展的这个迷惘啊 并为 并非为立法会选举服务啊 活动资金将有民间筹集 但是他那个说法 没有人相信啊 很多外界就广泛认为呢 此大联盟的成立呢 是为9月份的 立法会选举的提前铺路 依据惯例 香港将于2020年的9月 举行第七届的立法会选举 立法会的每届的任期为四年 目前在任的第六届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 共70名议员 是在2016年9月40日 选举产生的 在该届选举中的 建制派阵营能够获得了 41个议席 约战总预计到60%这样的比例 那么下一次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这也是被很多人指称的 就是和北京的意图呢 紧紧的挂钩啊 因为北京希望 还有北京希望 把年轻人呢 拉拢过来 北京认为呢 年轻人就是缺了工作 收入不好啊等等 那么用大批的这种资金 或者其他的收买的方式呢 通过这种方式呢 能够把年轻人的心呢 收复到这个党和国家的 这个职举之下 成为一个主要的支持者 或者是最少呢 要让这些反对者 不要那么太反对自己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明镜新闻早的部分节目 我看看我们有没有网友 需要有话题 或者是有讨论的呢 那么就请您举起手 还有我们日本的网友啊 可以说一说日本的情况啊 不知道有没有最新的一些消息 刚才的这个日本黑帮的这个存在呢 的确让我们很多人呢 都觉得日本的黑帮的 倒也有倒啊 不错啊 非常的不错 真是有鼓起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 日本的网友在吗 好像不在 好吧 如果没有人愿意发言的话 或者有您的观点要表述的话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 影片明镜新闻早 再见 我们生活的十种 人类从来没有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 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稍微 我们下期见 喜欢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